我們剛剛看完了雙北 其實我們現在繼續前進往南 那其實在台中 好像其實是比較有機會 找到一些便宜的房子 更好 修好 對 那小資族這麼有限的預算 可以在台中找到什麼樣的房子呢 我們會請我們的台中外景主持人 台中小霸王洪子恩 帶我們一起去看一看 新房價格高不可攀 但你知道嗎 自住族群買屋的概念 應該是先求有再求好 先有基本的立錐之地 日後景氣怎麼變化 也不需要過度擔心 自住買方最常卡在 買房預算的問題 不過其實在市中心 還是有不少超低價中古屋 我現在站的這個位置呢 是台中市的美術綠原道 也是台中人買房子的首選區段 在這樣的環境下面要買房子 至少得要準備一千萬元 不過在這邊居然還有一百多萬元的套房產品 我們現在就一起來看一看 這間套房的視野採光都不錯 配備家電家具 走入兩分鐘就可以到達美術綠原道 算是台中市的精華地段 假設製備款八十萬元 貸款五成 以房貸兩趴二十年本息攤還計算 每月還款只要四千元 比起當地六千元的租金 還要低三分之一 記者在網路尋找 兩房兩百多萬的預算 的確可以在市區找到一些 不過這價格太誘人 有釋出幾乎都是秒殺 建議把預算提高到三百萬元以上 選擇信會比較多 像這間兩房有十四平大 而且位在六樓 這邊有一個合室跟一個五平大的房間 這邊則是一個落地窗 因為方向是朝東方 所以採光視野都非常好 假設貸款七成 購入這間套房的自備款一百萬元 以房貸兩趴二十年本息攤還計算 每月還款一萬三千元 適合新婚小家庭 台中市中心的小宅 比起台北市 固然是便宜許多 但台中市的年輕人又都怎麼看呢 市區的話也偏貴 一般套房來講也偏貴 如果套房的部分 我覺得我可能是選擇用租屋 用租的就好了 如果一樣的價格的話 我覺得校區可能會買到更大的坪數 然後也會 居住環境也會比較好 郊區其實到現在交通便利 我覺得也還好 像有些人工作可能只有一個人 或是自己跟自己的情侶夥伴 可能只有兩個 住套房的話 其實我覺得還OK 買下來嘛 說不定這種地段 或許以後可能會漲價 對 可能以後 自己的成就地位比較高 說不定可以變賣 或是出租給別人 再另外小小賺一筆錢這樣子 洪子恩 陳恒芳採訪報 欸 台中真的超殺的欸 158萬元的總價 我可以住到這個台中綠園道 我不是聽說這個綠園道是豪宅區嗎 雨昕協力 他那邊是 怎麼那麼爽啊 對啊 所以說其實來講的話 那邊的生活環境又單純 而且文藝氣息又濃厚 所以說其實買在那邊 基本上目前台中的都 就像剛剛講的 台中的基本上 目前首選大概就是那邊 最希望就可以住在那邊 因為感覺環境很輕優欸 對 不過的話那邊 目前的 他那邊的那個價位的話 是16萬到22萬左右的一個區間 但是它的價位 邊說來講就好像說 有沒有面倒綠園道第一排 那個額定 那個價差就很大 如果你是第二層或第三層 當然就越來越便宜 如果說以那邊目前來講 那邊我實際有做一點功課 那邊的出租行情 大概目前是 如果以套房來講 大概是7000到8500左右的一個空間 所以說其實 如果像剛剛我們那個案子來講的話 你買的話 付分那個貸款的話 還是一樣啊 租不如買啊 所以說我認為是說 就像他剛剛講的 也許台中人有一些觀念 就是像我自己本身 也有台中人蠻多的 他們說我一樣的錢 我去市區買更大或更好的 可是畢竟買房子 就人家常常講的 地段還是地段 我在綠園道上面 我在美術館上面 我有間房子 基本上它的小屏住 它的套房在那邊 基本上就已經具備保值了 住綠園道就是潮 沒有 基本上它就是保值了 所以說 我還是覺得說 像你們 像這個案子來講的話 如果說以這個地段來講的話 像這間套房其實也是可以值得入手的 對啊 以上我是覺得說 至於說 慢慢 因為整個 慢慢建築形態都一直在改變 所以說慢慢的去住環境 也隨著建築在改變 所以 我們在選擇的人也會改觀 所以台中的話 我再相信慢慢 慢慢應該也會朝向 像北部這邊也是一樣的 對啊 所以說 以上這大概是我的一個分析 謝謝 可是如果說像是第二間物件 因為我們在跟台中的同事討論的時候 他原本要找200多萬的房子 結果每一間打去都說 已經下訂了 已經在斡旋了 所以通通都不能拍 這麼好嗎 只能夠把預算拉高到300多 才是一個大約兩房格局這樣子 比較正常可以新婚自助的產品 那這樣子的產品 是不是300多萬元 對於這些新婚自助客來講 是不是也是應該要趕快 就是抓緊機會下手 其實我們在看全台灣的一個房地產市場 實際上大台北地區 真的是正如大家講的天龍國 除了這個大台北地區以外的話 他的房價基本上都相對都有低價的房子 可以讓你來挑 可以讓你來選 所以有時候不要說因為低總價低單價 就去買房子 有時候低總價它可能是掩蓋了 這個高單價不合理的狀況 那低單價搞不好它的一個整個區域環境 相對是比較不好的 那剛才提到的這個套房 在這個美術道園區這個地方 它就是我們大家熟悉的 台中的所謂的金磚市區之一 那有所謂的七期八期 美術館特區還有中科 這是個大概是大家比較津津樂道的一個地方 那如果說我還是回歸到我們剛才提到的 如果套房產品的話 它還是應該再挑選到 我們剛才提到的比較適合存在的存活的 這樣的一個四個上圈裡面 那如果說以立元道來講的話 它居住環境很好 那個居住條件不錯 可是相對來講可能是比較不適合套房的產品 在這邊存活 因為你相對來講會在這個立元道旁邊買房子的人 大概都是比較是換屋族形的 或是說它是本身是以這個比較算是正常家庭的 這樣的一個需求族群比較多 那那個套房產品的話 如果說要轉手要出租 可能相對困難度會比較高一點點 那這個部分可能是我們這個 以這個小支組在買房子的時候必須要注意 那我比較建議是第二個物件 兩房的產品是比較適合的 未來要轉手的話 因為畢竟都是小家庭 可能要接手的人也會比較多 那剛剛在裡面也訪問到兩個台中的年輕人 他們持的觀點是不一樣的 一個人是覺得說 我如果看到這個套房的話 那我寧願去買市交大一點的空間 另外一個是說那我倒不如先買 也許我之後資產比較多的時候 我還可以這個是可以進個攻退可守的一個方式 那這兩種其實是截然不同的觀念 在您認為說這樣子的年輕人 現在這樣到底應該採取什麼樣的觀念 也許是對他長久以來是 未來是比較有保障的 如果說我們站在一個房地產發展的一個角度來講的話 買房子當然還是以市中心 我們講的淡黃區為最主要的一個考量 那所以我們以前常講一個這個所謂的順口溜 就是在上海 他們有所謂的靈驗浦溪 這個一張床不願浦東一間房 那這個概念就是說 你要找生活機能方便的一個地方 在一二十年之前浦東是荒芜一片 即使說有人送給你一間房子 你可能都不會想要 因為它交通非常不方便 那生活機能要吃個麵 要這個打個牙劑都不方便 那相對來講 如果說在這個台中市區 你要找房子的話 台中合併之後 台中縣市合併之後 它的那個服務員也是蠻大的 如果說你是考慮說到比較郊區的地方去買房子 也許空間會比較大 可是它的一個所謂的便利性 生活的機能性 或是學區可能就沒有那麼好 那麼樣的一個優質 那可能未來要轉手的話 相對也沒有那麼樣大的一個方便性 另外可能就是說增值的空間也不會那麼大 那相對於在市區淡黃區的話 不管你是買即使是一個小套房 它可能也會隨著整個大環境的增值 會有比較大的獲利空間 如果有人要送我 我是覺得就算是在屏東或是綠島 我都會去很樂意去簽收 不管是普東普西 哪裡我都可以好不好 主持人滿這個務實的 有人送的當然好是不是 是 不過呢在台中158萬就可以買到這種地段 那接下來我們繼續南下前進高雄 然後我們來請我們的外景主持人高雄地產霸 這個葉佳明來看看 這個高雄會帶給我們什麼樣子的驚喜呢 讓我們一起看 高房價時代的來歷 對多數的年輕人來說 買房是件壓力很大的事 台北市新北市都不動 每年超過百萬的房子 多數人都買不起 但你知道嗎 高雄市兩百萬內 可以買到不少好的優質物件喔 第一間要介紹的是百萬元套房 就位在三明區頂山商圈 這裡的房子屋齡大多超過30年 但是生活機能非常好 有24小時的加勒福亮飯店 吃的喝的通通有 這裡還有頂晶國小跟頂晶國中 從小學念到國中 九年國教家長免接送 這裡到加勒福只有250公尺 步行不用五分鐘 雖然大樓屋齡已經有34年 但是大樓管理還是不錯喔 一樓還有24小時警衛 確保住戶出入安全 這間套房單面開室外窗 前任屋主也做了簡單的整修 小資族可以直接入住喔 這個屋間130萬 那它的坪數的話是11.7坪 那這個房子來講的話 格局非常的方正 那它的超高也大概2.9 也是標準的樓高 而且公設比非常的低 目前低總加套房貸款 大約可以到五成 不想再付租金的年輕朋友們 注意囉 準備自備款70萬元 就可以變成有殼一族 鳳山區是高雄市人口最多的行政區 這裡有佔地47公頃的 魏武營都會公園 是南台灣最大的神台公園 公園內的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雨滴年底完工 休閒藝文機能通通有 要介紹的第二間高CP值公寓 位於商業機能發達的新附路 步行到魏武營公園 大約10分鐘 位置就在凱旋市場旁邊 這邊就是我們這三樓的坪數 它總共有12.23坪 那我們的窗戶的話 前後都有對窗 所以它對流採光都非常好 這間公寓屋齡有31年 前屋主有整修水電管線 室內雙面開窗 魏浴有採光 小資族只要添購簡單家具 就可以入住 200萬以下的物件 須特別注意 銀行貸款方面 需要可能要詢問 比較多間銀行 因為只有部分銀行 會做一個乘坐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說 像公寓小套房這種物件 低總價物件它的屋齡都比較久 那在購屋的時候 預算上來講 像小套房可能要多抓17萬 就是說未來的維修費的預算 要考慮進去 那像公寓來講的話 大概要抓40萬左右 哇這高雄超傻的 你看我爸媽是高雄人 超便宜 200萬就可以找到很多的物件 台北人你心動了嗎 我早就已經心都跳出來了 是 可是呢 其實對於年輕人來講 也許這樣子的低總價產品 也許對他們來講 還是有一些門檻 我們現在趕快來給年輕人建議 就是你如果想要擁有 第一棟房子的話 你可以怎麼做 我們來問問西敏哥 如果說你第一棟房子 現在如果說你是領30K 30K 像你講是30萬40萬 你那麼多 這眼睛隨便買了 對 我覺得說 這個小資族要化足為 這個所謂的有殼階級的話 一定要做好這個所謂的 純第一桶金的這樣的一個動作 第一個可能就是要開園 一定要拼命賺錢 第二個一定要節流 你不能有時候比較奢華的享受 或是說有些人所謂的年輕族群 可能您的一些比較 這個多的薪資或是年終獎金 就想說出國去玩 買個這個車子 那這部分你可能就比較沒辦法 快速的晉升為這個有殼階級 那另外一個就是 如果說你製備款準備夠的話 我們一般是比較建議 就房屋總價的三層 那中南部因為這個房價 總價比較低 也許你可以準備個兩層 就可以這樣子 那因這樣的話 也許在房款上面 還可以湊湊有餘 那可是我們如果說 還是比較 這個Focus在我們今天一直在談的 這種小套房的產品的話 比較建議 除了說剛才提到了 這些大環境的location之外 還是要注意一下小環境 你的整個大樓社區的一個總戶數 最好不要太多 不要是上百戶 兩百戶 三百戶 那可能就很複雜 那另外一個單層的戶數也不宜太多 不要像是當樓層 好像進到一個大飯店 住飯店 兩邊都是門這樣子 那感覺上就好像 每天都在住飯店 而且它的可能通風採光 也是相對比較不好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都是要 是小細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 那語心謝謝你 我想最後其實 因為我本身我自己大概也是 像以前一樣 就是剛上 我是像外地上來台北工作 然後我也是希望說 那時候因為自己本身在做房地產 就想說趕快買一間房子這樣子 其實以我自己最大最深切的感覺 就是說 年輕人第一個一定要所謂正確 就像剛剛那個張總所講的 正確的一個理財觀念包含什麼 不要說一馬上有錢 就去買車子 其實我很感謝當年我沒有去買車子 我把錢存下來去買房子 所以沒買車先買房 然後那時候我是覺得說 我可能我每個人的個性不同 我可能我那時候直接先求有 因為我認為那時候 將來一定會 飛黃騰打 沒有 一定會更好 這個正向觀念很重要 所以他今天才做了 仿兵進產 不動產的這個協力 所以說我想再跟年輕人說 完全跟年輕人說 再告誡是說真的有錢要好好存下來 享樂主義固然是很好 但是你享樂完了之後 你還是空空的什麼都沒有 今天即使好 我買這個房子好了 我今天把錢存下來買這個房子好 即使我到最後我賣 我都沒有賺錢也沒關係 但是我是支柱的話 我現賺的就是這幾年的租金 你怎麼樣對你來講都是賺的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理論 而且對你自己將來的 你將來的變成說你自己的財富累積 它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利益 就像我剛剛講的 它就是你年輕人的第一桶金 就像我現在自己而言 我之前我買了大概 可能就金額不是很高 我買了大概500萬 我現在可能我已經就擁有 千萬的一個房產的一個部分 這個你會覺得說很奇怪 不會啊就是因為當年 我跟別人不一樣 我沒有去買車嘛 你們大家 對啊每個人 你看他又買奧迪 又買B&B 我沒有啊 我把錢存下來之後 我就去買房子 所以在這邊真的 奉勸各位年輕人 真的有錢要存下來 然後趕快 好房子只要你看了喜歡 然後就可以去買 然後不要說 想了就是說想了 想了很多或幹嘛 當然地段包括剛剛 我相信剛剛 各位專家都已經提供了 很多一些見解 所以說真的 一定要有買房子儲蓄的觀念 這是很重要 你將來有沒有錢 就看這間房的 謝謝大家 好小資族我本人收到了 謝謝兩位專家的建議 我是覺得啦 就是年輕人啊 不要笑想說 一出社會我們就想要買房 先認真的來存一點這個 低桶金一點資備款 對 除非靠吧 不然其實你真的很難 一開始就買房 兩個人 夫妻兩個人一起來打拼 我覺得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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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